这只老爷舒娃一直在转圈圈 不是因为他在玩 而是他正处于红腿病的晚期 这个阶段几乎是无法治愈了 而且他皮肤上的金色也会变成暗红色的血点 看得出来他这个时候是非常不舒服了 在转圈圈的同时呢 还会伴随着踢腿的动作 所以说舒娃红腿病一定要早发现早治疗 视频里的这只娃娃已经去了娃兴 至少在那儿他不会再有痛苦了